快过年了今天就做一道福建名菜栗子肉传统的做法 酸甜可口外酥稳嫩 首先准备一斤的猪腿肉 把它切成大一点的薄片 差不多半厘米后 再把肉片的一面切菱形花刀 不能把它切断了 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把它切成三角形的形状 切木翘放入碗里 挑入一小勺盐 打入一个蛋黄 再准备一碗红糟 红糟是酿造青红酒勾入出来的酒糟 挖一勺放入碗里 红糟既能给栗子肉蒸色还能蒸香 没有红糟的也可以不用放 然后分两次倒入60克的红薯淀粉 倒入少许清水 用所充分的抓拌均匀 使它们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倒入第二次地瓜粉 倒入少许清水 水的量能把地瓜粉化开即可 再把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再腌制20分钟使它入味 空闲时间整变一些马蹄 把马蹄切成两半 没有马蹄的可以用土豆代替 全部切好放入碗里备用 再切一些蒜末 切好放入碗里 再调入两勺白糖三勺香醋 再倒入小半碗水淀粉 半勺香油 这样栗子肉的糖醋汁就做好了 瘦肉腌制好把它包起来 三角对折 这样看起来就有点像栗子了 栗子肉也是因此而得名的 起锅上油倒入多一点的油 用筷子放入粒子末泡泡时 就可以放入粒子肉炸了 一个一个的放入 用中火慢慢的炸 先别急着去翻动它 等炸子定型后 用筷子轻轻的推动一下 使它受了均匀 也防止底部浮了 把粒子肉炸熟 炸至外表酥脆 然后放入马蹄再炸一分钟 炸至颜色暗红 前程差不多炸5-6分钟 炸至外表酥脆 捞起粒干油放盘子里备用 锅流底油放入调料汁煮 用中小火铲子不停的搅拌 把它煮至浓稠的糊糊状 然后倒入粒子肉和马蹄 用铲子把它快速的翻炒煎匀即可 出锅装碗里即可享受美食啦 这样福建特色粒子肉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 口感酸酸甜甜的 喜欢的小伙伴们赶紧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香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